薛公子 你弄疼我了 过了 薛公子 爱这都温柔了 我要是你 公子再生气 也不能没有伺候的人 先生看着下人 其实很温柔的 过了 把手伸出来 爱这都温柔了 龚儿先生人也很好 不可以哦 为什么 因为 我喜欢龚儿先生 他因为龚子 李非常行 成功了 别动 你是谁 是 是 是 尚官请 新娘 新娘 你不该来这里 我知道 知道还来 你来这里干什么 听我准卖的周大夫 说我期待新香 体质偏寒 失去预警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只拿了个白玉玲盘 我来这找她 是想看看 有没有什么别的方子 她治一下我这偏寒的体质 你就这么想被职人大人选中 之前想 现在不想 不想寒 大夫若实际预警 不利益生命 那你说之前想 现在又不想 这是何意 你应该就是 公元纸少爷吧 现在的职人 公子羽 公元纸少爷 在我眼里 根本不配 最有资格当职任的 是龚二先生 龚尚君 你很了解我吗 上爵啊 你也到了婚娶之年 不如就一并选择了吧 也好 此次选期本为前少主而设 近年来公文事务繁重 我本无意学期 但今日变故 让我不由地重新思量 公文血脉一直薄弱 况且从近期种种迹象看来 乌丰对宫门的围剿 已经开始谋片布局了 这是好事 好事成双吧 子羽弟弟 意下如何 上爵哥哥要娶亲 自然是好事 只是 哥哥向来要求甚高 眼光独到 不知道 我这些选慎下的姑娘里 能否有哥哥愿意将就的 子羽弟弟 我对任何事情 从来都不会将就 帮我把上官姑娘留下 你 你们在做什么 十公司 你这是做什么 我当然期待不见了 那我会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给我好好地搜 郭远之 这不合规矩吧 没做贼 就别心虚 否则 就有问题 我没问题 但我有尊严 决公子 决公子 哥 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十公子暗器囊带丢了 是要送我房间 你 你 可可 我去接送关钱的时候 暗器袋还在药上 但现在却不见了 在女客暈落的时候 她突然摔了一脚 伸手扶了我的腰 你快点 你快点 当时没反应 现在想起来 就是那个时候 她伸手偷了我的暗器袋 我偷你暗器袋干什么 我又不会用 哥 我这暗器和功能对外出售的 那些暗器不一样 构造毒性完全不同 不过被别人拿去研究 这些暗器的威力和秘密 都会暴露 上完姑娘回房间后 出去过吗 没有 饭菜都是送进来的 主任可以作证 继续扫 是 绝公子 这公子 没有搜到暗器袋 他就在他身上 绝公子学我做信仰 真的是想跟我澄清吗 我 我好歹也是 清白人家的女儿 哥 你小心我 别走 盛官姑娘 委屈你了 走 找到了 不是这个 而且锦囊里原本不是这块玉杯 是上次他 多了 哥 绝公子 职任大人在河边捡到了您的暗器囊袋 我刚去了职公 下人们说您在绝公子这里 职任大人吩咐我一定要送到职公子手上 你下次再在我面前叫公子与职任大人 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做药 是 都下去 是 愿之弟弟 给上官姑娘赔个博士 可 我 一个人 让你 美女 一个人 我 真是 我 这本就是我送给绝工资的利物 我一直想问这块玉佩哪儿来的 雪公子原来不记得了 这玉佩本就是你的 我自己的玉佩我当然记得 我问的是这块玉佩哪儿来的 放开我 放开我 救命啊 谁要你啊 不别 四年前上缘节 恰好戈尔先生 我给我解救 这玉佩 就是当时您调的 我一直想报答这份救命之恩 不必报答 我只是解决当路之人 并非专门救你 巧合罢了 上官姑娘无需挂心 就算戈尔先生是无心所救 但是在我看来 却是抱歉女子 最重要的亲朋 我本心属孤儿先生 以前不堪妄想 觉得云泥之别 没想到现在 能和孤儿先生沉寂 是定情 购门很大 不要乱做 记得待在自己该在的位置 正确的位置 不要选错路了 确定去公司啊 来 你不是很讲李叔吗 那以后就叫我纸公子 重新之后 就可以叫弟弟了 你 我问これ 哥哥 相来速食 温食也只吃炖汤 你这一桌子菜 怕是要浪费了 正已如此 绝公子菜会脾胃不好 失欲不整 你和龚二先生从小一起长大 日日见他只吃一餐 你难道不心疼吗 小女之错还行公子责罚 你错在哪里 错在擅自揣托公子心事 你揣托到什么了 绝公子平日只食炖汤 不食完整鸡鱼 我猜是因为他们的眼睛 爹爹曾经告诉过我 常年战战沙场的士兵 都不太至于 一个语言 跟死人的眼睛一样 缺公子这些年 为了过门出生如此 经历了太多血腥场景 其实嘴上不说 心里还是有借铁的 你知道的还挺多 不给我吗 不给我吗 你说那碗汤不是要给我吗 不给我吗 我也要 月桂 我看公子昨晚在房间里点月桂熏香 就去药房领了一些月桂花叶 熬制了精油 我爹爹是文官 总要在墨里加一些上官家特殊调配的香味 为了辨别文书的真伪 所以我也想在公子家一些 可能没什么功用 但如果公子闻着心神愉悦 清静思绪也是好的 你知道我为何喜欢月桂 教我李月的先生也曾教我 便食花草 粗透药粒 月桂是种既恐怖又魅力的植物 她的花意是蛊惑 的确 世人常说月桂既危险又迷人 代表了蛊惑 但其实月桂的花意还代表着胜利 小女不才 让大人见笑了 月桂一直是传说中的长生之药 月中至宝 难以摘折 若有幸可以寻到乌刚 在广寒宫中种下的月桂花枝 无论挂上什么 铜钱也好 禁玉玛瑙也罢 都可以无限采摘 浮玉满盆 能够摘到月桂花枝绝非易事 所以人们将才子种举 称为哲贵 而西北方的一些蛮族 他们则喜欢将月桂花枝编织成缓 做成头冠 送给凯旋而归的将士 所以月桂也代表着胜利 这才是我喜欢月桂的原因 那我还真是误打误撞了 我原以为 上官姑娘只会做饭中花 想不到你还精通闻墨 以后厨房的事 你就不用费心了 按照我以前的习惯来就好 待在厨房对你来说 有些委屈 公子若是不喜欢鲸鱼 我可以换其他的 我确实不喜欢 我不喜欢鲸鱼 也不喜欢满院子花枣 那公子为何还任由 你初到绝宫 急于尽力危险 我自事不便博了你面子 你是我亲自只选的新娘 绝工未来的夫人 但是 我希望你懂分寸 知进退 愿是非 什么都逃不过公子的眼睛 你 你说得没错 刚才 是不是去了鱼工 明姐姐之前说 要教我几个女工图案 学了几样 正好想给公子看看 不必看了 回去休息吧 是 是 你种了满院子杜鹃 却没种其他花草 你可知道 杜鹃的花叶 知道 上官姑娘为何只选杜鹃呢 因为杜鹃花的花意识 我永远属于你 姑娘心思可珍惜 好浪漫呀 但愿哲公子能懂姑娘的心意 宫儿先生饱读诗书 自然难懂 好 一会儿再走 帮我再磨些磨 孤儿先生 放上 放上 你来做什么 下人听到 有摔东西的声音 都不敢贸然进来 怕热怒地去公子 那你就敢来 我也害怕 但我知道 公子再生气 屋子里也不能没有伺候的人 而且我知道 公儿先生看着下人 其实很温柔的 其实很温柔的 过来 把手伸出来 谁公子怎么知道 我话都说了 其余为 在江湖走动多年 我对薛行为最为敏感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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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温柔吗 一点小声而已 是指烈心 他就是他 总要说出来的 说出来就能不疼了吗 说出来 就能不要而愈吗 不能 但我小时候 每次摔破了膝盖 我母亲都会 一边 一边 一边给我上药 他说 浅浅要是疼的话 就要告诉娘亲啊 每次我母亲跟我说这话 我觉得伤口 好像没那么疼了 被人关心着 我 难道不好吗 小孩的世界 和大人的世界不一样 江湖中 幸福和威望 可以拿来分享和展示 而痛苦和秘密 则不可告人 则不可告人 所以人们 常被大侄一起欢笑 却很少有人 可以陪着一起痛苦 很少 很少 哪不是没有 若是伤口也埋在心底 自己一遍遍描摸 一遍遍触摸 只会变得更加伤痕累累 你看过受伤的野兽吗 他们不会把伤口 占尸给别人 因为族群里容不下弱者 他们只会独自找一个 阴暗的山洞 悄悄天使 等待康复 或者死去 可人不是野兽 野兽没有心 但人有 心 总归要有一个栖息之地 倘若有人相伴 出血暖酒 即便不够光明炽热 也足以度过心底的寒冬 但并不是每一个你心里的人 都会把你问一壶求 也可能 他会在你心上 画下一道伤 明日去医馆 这点小伤不要紧 我不是吃这个 你这树很疼 不像正常人温度 要么生病 要么冲突 我 前几日受到风还 有点发热 吹药了吗 没有 自从长老遇害之后 出入医馆 都需要治公司的手里 去药材更是野狗 拿着我的令牌 让大夫按你的需求需要 这令牌是 在宫门内 闯通无阻 多谢大人 少爷亲手做的 我哥呢 我来陪他一起吃饭的 绝公子和上官浅小姐 已经在用碗膳了 刚刚夏人们在后院廊 生了些炭火 他们应该是在那里 指公子要一起用碗膳了吗 我现在去通报一下绝公子 不用了 是 是 绝公子平日都是独自一人 怎么今天突然要求我一起用纱 今天是上员当劫 而且 联盟习性热闹 我想你之前 应该都是和亲朋好友们一起 逛街看戏 赏心赏悦 赏花灯 对吧 山谷里丈其中 阴冷超湿 你们总搞炭火 继续浮躁 特意加了红枣 糯米 还有固然干 想着 能有八宝粥的吉祥意味 薛公子要长一点吗 我好多一下午呢 你的手很稳 家里试带行医 小时候弟弟就训练我 拿衬衬药 说手一定要稳 不能哆嗦 药材重量 差池分毫 可能就是别人的生死性命 对不起 你来说 居然是 你去看 你来说 可能会有什么用 的话 这位置是精卖命门 这么深能占起吗 Costa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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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纸绣的白手粉来 快 拿纸绣的碗 快 给我拿一根医生生 快 公子 来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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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拿纸绣的碗 谁是那边 上官请姑娘 徐公子 怎么了 奉花长老之命 在各宫搜查 是否有受伤女卷 还请老房下 上官请姑娘开门 上官请姑娘 上官请姑娘 破门 徐公子 徐公子 徐公子发生什么事了 我以后这事没有开门 感觉身体有些发热 怕是惹了风寒 所以喝安神烫药 草草睡下了 梦中听到有敲门声 这才起来 到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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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觉点这么重的薰香啊 近日有些失眠 所以香料可能放多了点 淀粉 煮着 香水 黄酒 黄酒 煮着 水 白酱 黄酒 黄酒 水 泡酱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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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聪明 知道我对血情为敏感 所以孤一点这么浓的喧嚣 只可惜 百名一书 公子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告诉我 这是谁的心